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有深度,我是著名非专业主持人凡哥 在之前视频中我们聊过李子柒,也分享过滇西小哥的故事 他们的美食作品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全粉无数 是华语数一数二的YouTube 而我今天分享的却是一位华语顶级YouTube网红 他就是与李子柒齐齐名的老高与小莫 短短一年时间他的粉丝订阅数达到了250万 平均视频播放量300万 为什么他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走红如此成功呢 他的视频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为什么说他的搭档小莫是这个频道成功的灵魂人物呢 带着这些一问,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为大家分享老高与小莫的背后故事 老高大连人,理工男,智商超高 大学毕业后被日本公司相中,一待就是十几年 小莫是日本留学生,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一年后便结婚 小莫也是一个奇女子,节目中她们互动超有爱 因为有小菜,她的频道便更具魔力 所以小编忍不住想为大家分享一下她们的爱情生活 老高很爱小莫,小莫除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最大的爱好就是投资房产 对待小莫也是温柔体贴 老高每晚为小莫说的睡前故事,因为小莫习惯有说话的声音才能入睡 过去都是用手机随便播个影片伴随入眠 但这样老高就得等老婆睡着,把手机关了才能睡觉 日复一日很痛苦,有一天老高就决定干脆自己来讲故事吧 老高说由自己讲故事有个好处,就是方便判断老婆睡着了没 只要抛一眼小莫没反应,那就代表可以休息了 没想到这一讲就讲了好多年 不过他也说有些故事题材一定要避免 像是关于宇宙,人类起源的内容 小莫会越听越起劲,到最后就不用睡了 这也是这个频道行程前的雏形 看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强大的女人 如果说没有小莫这个睡前习惯 如果老高不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 相信老高也不会去开这档节目,也不会讲这么好 那么我们华语youtube肯定会少了一位这样的大神 所以说老高与小莫这个频道,现在能有如此成功 小莫才是这个频道的灵魂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实力宠击的男人运气一定不会差 说完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再来聊聊他的视频内容吧 由于本人非常喜欢听悬疑类的故事 所以当看到他们的视频后,立刻被他们圈粉了 以下也是我作为一名忠实粉丝 根据他频道的特点,做了一些粗浅分析 如果有不同观点,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块来讨论 一,视频的题材 奇闻类题材在youtube上比较冷门 但是喜欢这种题材的观众很多 虽然其他博主也在做 但是大多都是PPT加机器配音 有真人配音的,表现力也很差,质量很low 所以在这个赛道上竞争较小,容易杀出重围 二,关于视频逻辑和节奏 视频是非常考验创作者逻辑和对节奏感的把握的 人们可以忍受500字啰嗦的文字 但绝不可能忍受一个三分钟废话的视频 老高程序员出身,逻辑很好 加上多年游戏主播经验 对于视频的节奏把控也颇有心得 老高作为主讲人,小莫颜值卖萌担当 一本正经,貌似很有逻辑,轻松有趣 就像一个好友在你身边讲故事般自然舒服 节奏这部分,我改日再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一下 三,视频场景化 老高和小莫是在家里沙发前拍视频的 两人家一只狗,气氛非常温馨 就像朋友闲话家常一样 视频更易让人接受 四,镜头语言 老高和小莫很少直视镜头 正让观众产生一种坐在他们旁边 听他们讲故事的感觉 有好几次,老高和小莫讲了个段子 我和他们一同大笑 都感受到了一种一体感 仿佛会身处镜头中 这里也建议长得丑的视频博主 不要直视镜头,效果更好 五,对口相声模式 找个搭档可以让视频节奏感更好 比如千万粉丝网红李佳琪和小助理 同样的气温博主 还有对都是搭档合作 搭档一般其辅助作用 而小莫比一般搭档更好 因为他是妙剑神 会有很多几次妙想 让整个视频气氛更加有趣 六,内容的连接 老高经常会说 这个知识点 我下次再拍一部影片和大家分享 或大家可以看我之前一部影片里 讲到某某点 运用这种讲话方法 能够短时间大量吸粉 提高粉丝的粘度 七,关于视频标题 老高的标题起得很具有吸引力 比如日本最强月灵 90%的人都有一样的答案 所有人看完这部影片都会做同一个梦 激发人的好奇心 标题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视频的点击率 所以这么具有诱惑力的标题 播放量自然很多 八,视频知识点满满 老高的15分钟视频 会有10个左右知识点 干货满满 丰富的内容对影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八点就是小编对于他的频道的分析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 请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请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对他们视频的评价 一,当你想看外星人的时候 可以看老高 看都市传说的时候 可以看老高 看嫌疑故事的时候 可以看老高 二,小莫简直是神助攻 小莫每次提问和回答都很在点上 基本上都问出了观众想问的 还有一些比较搞笑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小莫言之高啊 哈哈 三,老高讲故事的时候很吸引人 很容易进入他说的故事 在视频制作上 背景音乐和一些素材视频 以及图片都用得非常合适 不过网上也有一些 关于他们不好的言论 说他们胡编乱造 逻辑混乱 解说太过于主观 完全就是自己怎么看待问题 就要怎么说 其实他们还不到十万粉丝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他们了 所有的视频都看过 意气不辣 老高其实并没有向观众灌输自己的观点 而是将现有资源整合 结合自身思索表述出来 继而引发观众思考 他是我见过的最会讲故事的人 讲解师感染力十足 很容易将观众带入话题 当然不排除有人会称之为煽动力 又是20分钟的视频 看到末尾 我往往还浑然不觉 看完之后 津津有味 对一个对这个世界尚未失去好奇心 和探索欲望的人而言 这样的频道 不是为一个填充好奇心的平台 而从素材网站买的不菲视频 图片 考究又事宜 加之老高的口才和小默默契的配合 时不时再撒一把狗粮 这样的节目不丑不火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频道 粉丝破百万时 老高和小默开了一场直播 讲述他们的生活日常 小默说老高是自己身边朋友 用来衡量老公是否优秀的标识 幸福感由然而生 老高说他们可能不会生养宝宝 因为会打破现在的生活节奏 但不排除会去领养一个宝宝 特别是黑人宝宝 那应该会十分的有趣 一段好的感情就应该去宠爱彼此 变成更好的自己 节目的最后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频道咯 我的频道呢 主要是分析一些知名网红啊 明星背后的故事 打造一个有温度 有深度 有影响力的内容分享平台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那就赶快的订阅吧 并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拜拜咯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